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后果可能是很严重 这些公共设施的费用都是来自于房产税的缴纳 还有我们这个市政的工作人员 比如说这个警察局啊 这个消防局啊 所有的这个市政的工作人员 以及他们的办公的设施等等等等的都是来自于这个财政收入 这个税务是这个我们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居民所交纳的房产税 这个税务呢实际上是来自于移民 取之于移民 用之于移民 并不是说这个税我们就交走了 那么真正在本地生活的这个居民呢 真正在本地生活的这个居民呢 是享受到很大的这个公共设施福利的 公共设施福利的 比如刚才我说的图书馆 公园 这个健身中心 社区的健身中心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用于这个来自于这个我们 这个交纳的这个税金 然后用于这个建设的这个公共设施 然后来这个由我们的居民来享用最后 那么这个税率呢 和这个最后的税金的金额啊 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这个税率方面呢 市政的每年会有一个财务预算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费用 公共设施的费用 每年这个维修的费用 维护的费用 以及这个工资的费用 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些费用 有一个总额 总的叫税额 然后呢 再除以房产总值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布拉诺市 有五万套住宅 那么这五万套住宅的房产总值是多少啊 比如说这一百个亿吧 那么我们这个预算 财政预算是 比如说是这个五个亿 那么它的税额呢 税率呢 就是这个五个亿除以一百亿 就是百分之五的税率 但我们本地的税率并没有那么高 目前来讲我们北德地区的大概的税率的区间呢 是在百分之二点二到二点六之间 基本上在这个区间之内 那么房产 具体的房产税呢 是怎么计算呢 就非常简单了 那么每年呢 我们这个市政的评估机构都会对每一栋房子做一个房产价值的评估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 这套房子 客人的房子 比如说评估价是二十万 那么呢 我们这个市政的税率呢 是二点二 那么很简单 就是二十万乘以二点二的税率 就是每年要有四千四百块的这个房地产税 需要缴纳 那什么时间需要缴纳这个费用呢 这笔费用呢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每年的春季的时候 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这时候呢 市政呢 会这个给每一位居民 包括非居民 这个投资屋和资助屋都在内的 每一个这个屋主 都会收到一个 叫做这个房地产税的一个预估单 上面呢 会写明 这个今年 当年的这个 评估的这个房价 以及最后的这个需要缴纳这个 这个房地产税的金额 当然这个里边呢 如果您同意的话 就不需要做任何动作 如果不同意的话 还有一个可以这个上诉的一个机会 然后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 市政呢 就会把这个房产税确定下来了 无论你上诉还是不上诉 最后有一个确定的税额 然后呢 到秋季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真正的账单了 大概就十月份左右 这个每一位这个屋主 都会收到一个 房地产税的缴纳金的 这样一个账单 然后呢 什么时间缴纳呢 不是当年缴纳 而是第二年的1月31号之前 来回缴 头一年的全年的房地产税 那么 作为我们这个 阳光管家的这个服务之一呢 就是来 替我们这个海外的 投资客户 进行一个房地产税的代缴工作 这个代缴工作呢 一般我们大概从9月份就开始预扣了 因为这个9、10、11、12 大概4个月 包括1月份月初的时候 大概4到5个月的这个租金 我们一定要预扣 因为这个房地产税呢 有的时候 均额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如果我们不这个 扣足够的这个税的抵扣的话 会这个 出现这个金额不足的现象 但我们中指呢 就是说是这个 预扣的部分 部分呢 我们是到1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是多退少补 好 多退少补 一般都不会少很多 这样的话 我们会把多余的部分 在1月份的时候缴纳税金之后 及时的退还给我们的这个房东 好 今天呢 一张内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简单这个 关于美国的房地产税 这个系列的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这个 这张那个slide呢 是我们这个阳光管家团队的联络方式 在图片的下角 是我们的邮箱 邮箱地址 info at sennetpm.com info at sennetpm.com 以及 中国客户的免费直播热线 你可以通过您的手机 在国内的手机 来免费拨打 号码是 950-403-81814 950-403-81814 感谢大家收看